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不比了 又是因为伤肛吗 我不服 段雨晨 你伤肛好 再痒痒 你根本就不公平啊 段雨晨你在干吗 没事没事 你可真积极 你说什么 你到底想让罗教练为难到什么程度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听说你家条件不错啊 关你屁事啊 你知道现在他们背后都怎么说罗教练的吗 所有人都在猜 教练收你多少钱 你再敢跟我说一句试试 你甘我立案生 我告诉你段雨晨 田径队一切以诚意说话 你是找到这儿给我搞特殊 郑先生 怎么了 掩护我 你可真受欢迎了 受欢迎又怎么样 还不是没有女朋友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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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别谈恋爱 为什么 现在谈 多少会分心 训练 比赛都会受影响 你要珍惜在意这几年 你放心吧 教练 我会努力的 我会认真对待接下来的每一跳 我努力做到最好 我去认真了 教练 我想成为你的骄傲 这不是罗娜吗 好久不见了 教练 您找段玉成有事 我也不藏着掖着 我很看好你这位学生 他有一转短跑的话 欢迎你来体大 既然您那么直接 我也对您直接点 其实去体大和南大 对我来说无所谓 但我只认罗教练一个教练 我的未来也必须跟他在一起 您要是有能力把他也挖走 我绝对像跟壁虫一样跟过去 我们一起踪进去 我们去看 床 他学生 你把坏了 我在这里 一批 到所谓 吗 即是 十分钟 那 哲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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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娜我早就告诉过你 段雨晨在跳高上 她是有短板的 她走不远 她都一个多月了 一直在原地踏步 卡载两米一次多久了 而且训练状态跟之前没法比 我觉得每个运动员的周期 都是不一样的 有可能这段时间 就是她的疲惫期 她好好过个年 新学期肯定就不一样了 我不跟你争 必须转向 这是对你的意见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 我有个事跟你聊 什么事 转向吗 你怎么知道 王主任的想法是 王主任的想法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怎么想 你想让我转向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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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